今年很多地方放弃了夏季玉米的种植 改成了种植大豆 但是去年的时候有些种植乎反映 就是去年的大豆很明显 芥芽的比较多 但是到后期发现大豆茄比较比 有的里面几乎没有果实 之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还是因为大豆在开花受粉时期 出现好比说高温的天气干旱的天气 造成了花芽分化受到影响 最终出现空果包括鼻子的这种现象 今天给我们种植物提供一个小技巧 如何去避免大豆结起来以后出现鼻子的这种现象 实际上原理很简单 就是说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 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种植大豆它比较弱 抗泥性不好 通过这个小技巧就是在我们的种植基地 基本上每亩能提升15%的产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方法主要是和下叉大豆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下叉大豆涨到它的分支期和大豆的出发期之间 我们喷湿27.5%的安仙止和甲派翁的复配之际喷湿两次就可以了 但使用的时候最好就是我们一亩地采用凉桶水进行喷雾 再一个就是说你使用以后你会明显发现我们这个大豆它这个分支明显增多了 并且大豆的珠高降低了 这样情况下就是说提升了大豆结匣的能力 还有一个提升了大豆抗导服的能力 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说通过使用安仙止和甲派翁的复配之际以后 你会明显发现这个大豆它整个的抗泥性提升了 就是说出现高温干旱天气情况下是不受大豆它这个结痂的影响 所以说达到结痂多子力饱满的程度 从而提升了大豆的产量 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县的农广校讲了一堂下波大豆的高产种植方法 今天整理了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小视频来了解一下下波大豆如何种植才能更高产 有一句农言说的好 春波早下波时 这个时间就是时间的时 就拿我们下波大豆来说 你假如是6月20号播种 与6月30号播种 别看这相差的10天 但是你的产量每产量能相差二三十斤 所以说建议我们种植户尽可能的去提前进行播种 再一个因为我们这个下波大豆它的生长周期正好处于高温季节 高温的情况下肯定大豆的分支会减少 所以说我们在播种数量这块尽可能的去密质 原则可以采用一亩地 也就是667平方15000株到2万株就可以了 原则就是说肥力高的地方可以稀致一点 肥力差的地方我们可以适当的密质一点 再一个我们种植户一定要改变下波大豆不用施肥这种坏习惯 在我们大豆播种的时候 尽可能采用3个15的复合肥 30斤就可以了 采用肿肥通波也好 或者其他的方式也好 作为积肥使用 再一个就是在大豆出花期 我们每亩地采用尿素 追食10公斤 也就是20斤就可以了 然后在出花期的时候 同时我们还要采用蓬肥 木肥 加上磷酸二清甲 进行页面喷雾一次 一个能迅速的提升我们花芽分化 收粉这些化 再一个能增加我们根系的根流的形成 同时在大豆的始化期 假如我们碰到雨分比较大的年份 蜘蛛出现旺涨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15%的多小座 一亩地40颗 对水用30公斤的水进行喷雾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营养生长 转向生殖生长 为了是保花保果 同时促进我们千力种 现在我们很多种植大豆的时候 存在一个物件 那就是说还采用老的种植方法 老黄里去种植大豆 认为这个大豆是不需要施肥的 怎么 一亩地产个二三百斤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假如我们种植户在种植大豆的时候 我们采用科学的施肥 科学的管理 我们种植下柴大豆 一亩地产量达到五百来斤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豆出苗以后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大豆它的根流还没有形成 并且根性还比较弱 所以说它吸肥能力是比较差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 大豆在苗期的时候 会出现叶片发黄那种现象 在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采用0.5%的尿素溶液 再加上木肥 对大豆苗进行碰雾 不但我们可以给大豆提供营养 同时木肥还可以增强 我们大豆根系 它的根流的形成 对我们后期大豆产量提升 是非常明显的 在大豆的开花前期 或者是开花期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次 根部追肥 一亩地也就是667形方 可以采用3个15的硫酸钾型的复合肥 30公斤就可以了 再一个就是在我们大豆开花初期 和生长中期 我们喷噬100克的磷酸二氢钾 加上那个膨肥 喷噬两次 这个时期的叶面追肥 最产量的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农卫朋友大家好 从本期开始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小麦 种植一些高产经验 谈到小麦种植的一个高产技巧 那就少不了一个半种剂的使用 有人会问 每年都在用这个小麦半种剂 到底什么样的半种剂 才会最高产 最有利 那么小麦的高产 谈到这个问题 咱们常见的方法是什么呢 咱们农户认为 只要颜色亮比较发红漂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闻着有气味 一股很刺鼻的一个农药气味 咱们农户就认为这些是一些好的半种剂 实际上这些都是片面的 所以说 正确的或者说是好的半种剂 会给小麦提供一个很好的高产基础 好的半种剂 首先首选是大厂家的 其次在配方的选择上 比如说是笔虫林的配方的 这是防止小麦牙虫的 因为小麦上最常见的就是牙虫 其次 比如说小麦的一些绣病 或者说是文枯病 那么在选择上 比如说是笔作弥菌指 或者是笔迷甲蚊错 这一类的配方 也可以 或者是多幅复配的 这样的一些制剂 我建议咱们农民朋友 可以选用这样的一类半种剂 首选大厂家 其次不要论颜色 来判断一个种一剂的好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 由傅老师来讲解的小麦种植的一些高产技术 谈到小麦这个种子这块 我们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自流种 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购买的种子 有些农户会问 到底是自流种会高产的 还是说是购买的种子会高产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两个问题 首先小麦数据是自交的一个品种 它可以去自流种去种植 我建议如果说是自流种的一个品种 播种的年限顶多是两年的时间 因为随着小麦它的一些抗病能力 或者是抗导服能力的下降 就需要我们到两年时间以后 就需要去重新的 要么是选择新的品种 另外一个就是谈到商品 咱们购买的种子这个问题 我建议购买的种子肯定要高产的 因为首先它已经避免了很多的 包括提纯负状 包括已经优中选优 这样的一些品种 包括它的抗病性 抗逆性 抗导服能力 以及它的增产的潜力 都会大大的提高 但是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我们农户在购买商品种子的时候 一定要辨别清楚 就像今年这个天气 在今年二三月份出现 这个稻春海这个天气 今天小麦这个产量 亩产普遍的不高 普遍的不高 所以说我们为了防止 再次类似的情况出现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即使说咱们在选择新品种的时候 购买的新品种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首先是通过国省的一个品种 第二个呢 在当地已经经过了区域试验的这个种子 最少推广了两年以上的一个品种 我认为现在是文产比任何的高产都要重要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楼面朋友们 大家好啊 欢迎观看呢 本期傅老师来讲解的小麦高产的一些技术 谈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啊 我们已经开始收秋了 有一些地方呢 这个小麦已经播种上去了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呢 小麦没有播种 那么针对小麦 为了取得一个高产量 什么时间播种才算最为合适呢 因为咱们有一句谚语啊 原来说这个白鹿枣 寒鹿池 秋分种麦正当时 对吧 但是我查了一下啊 嗯 今年这个寒鹿的时间呢 实际上是10月8号 而这个秋分的时间呢 是9月23号 如果说咱们农户朋友在9月23号去种麦子啊 是不是这个麦子种的就有点早了呢啊 所以说咱们农户朋友啊 在播种选择时间上 不要相信咱们的一些谚语啊 因为谚语呢 现在已经落后了 我们呢要根据一个实地的一个情况 应地制宜的啊 去选择自己的一个播种时间 我建议啊 我建议啊 其实小麦正确的播种时间呢 应该是在10月的15号啊 到这个10月的23号 今年的10月23号呢 正好是双降的时间 所以说呢 我们敢在双降之前啊 能够播种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今年呢 就是目前的这个日平均气温呢 已经比往年要高了两度左右啊 所以说呢 这个日平均温度呢 相对比较高 那么我们小麦啊 如果说播种比较早的话呢 很容易造成一个旺涨啊 假如说在冬季啊 就很容易遭受一些冻害啊 会对我们的产量呢 造成一个减产的现象 所以说呢 我们宁可适当的晚播 这个时间 就于10月18号到10月23号 就比较合适了 嗯 好了 希望傅老师的讲解呢 对咱们农户朋友的选择呢 有所帮助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农民众朋友大家好啊 谈到每年呢 我们种植这个小麦啊 每年都会出现这个苗荒苗苗啊 这个除了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比如说是这个食用的肥力打不到啊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播种的要么是过深了啊 会导致这个缺绵淡垄的现象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每年我们这个玉米结果啊 随着结果还田以后啊 那么导致这个耕作层 那么它造成一个中空的现象 导致呢 小麦这个根系啊 下扎的时候啊 完全就是扎到了玉米这个没有腐术的结果上 导致了一个雀苗断垄的现象发生 或者说是我们在田间的大面积 见到这个苗荒苗苗 80%左右的都是跟这个情况有关啊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啊 是吧 首先呢 我就建议啊 每年我们在种植小麦的时候啊 一定要配合去使用这个腐术剂 去配合使用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 建议啊 这个每年这个冬季 这个月冬水 冬季的时候最好呢 再浇一次透水 浇一次透水 除了可以防止冻害 第二个呢 就可以有助于 那么这个结果的腐术程度加快 这样子呢 反而可以充当很大的一部分有机制肥料 啊 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希望咱们农民朋友啊 看到我这个视频以后啊 可以多多的总结一些经验啊 为你这个高产呢 达好一个基础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